来温柔一路向北什么活 不是 英哥我是 我前面听到你是上海的 我也是上海的 我不是上海的 我广东人 我没有 我知道你现在是在红 就红口吧 对 然后我也住在 我是上海本地人 我就想请问你一下 就是你对上海城市 这个整个城市 将来的发展怎么看 因为从口罩 以后我是 我作为本地人 我是觉得活力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怎么体现 我想因为你 怎么体现 是马路上电动车变少了吗 不是 我是因为我家附近 一口罩以前 就是比如说八九点钟 可能外面有很多脚 吃摊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很多店都关门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 当然这也是 商业不景气 因为 这我确实看到了 对对对 四川北路里面跟闹 商场里面跟闹鬼似的 确实是 对所以我想 因为我觉得你的认知什么的 我是比较就认可的 所以我想请你谈 谈一下你对上海城市将来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 连这个都敢问我 连这个都问我 因为我确实 上升高度 因为我确实觉得你 就是认知比较高 我也蛮服 就是 我也蛮喜欢听你 讲一些 我说一下我幻想吧 不敢不敢说有 不敢说有见解 我说一下我的幻想 上海这座城市特别大 可以说是 按照别的体量来讲 应该是四五个五六个小城市 拼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 这个城市 它的经济啊 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是已经是 无可替代的一个地位了 所以这么多人在上海打拼 发财 打工 创业 这么多人在 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未来会变成的样子 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会有一个超长的阵痛期 就像你现在看见那些商家关门 这是一个阵痛期 这个阵痛期会超长 长到什么程度 长到他们店铺租不出去 疯狂往下砸架 最终被整体出租 我猜啊 因为我这个 我这个就纯猜了 我给你看一个 这是我一个现实哥们 之前我们在美国认识的 他现在回来以后干这个活 我看完了以后 我颇有感触 给你看一下 这是他们做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 我把它转发一下吧 转发到电脑里面给你们看 我认为以后可能这个会变成一种形式 就是这个会变成一种 一种潮流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更精准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 看起来这是他们做的 然后这里面 这是一个老的 他这是一个老的购物广场 然后做了一个空木封春 就是重新给他翻新 做成了一个主题购物中心 看见了吗 我感觉现在我看见四川本路那些 就是全都快倒了 那种是一排商店 只有一家开 别的连牌匾都没了 我感觉最后都会变成这样 而这一个一个的主题 就是我们所有喜欢的 这个各类的IP 我感觉以后会变成各种IP 就是这个IP可能是日曼的 那个IP可能是什么流浪地球的 那个IP可能是 是盗墓笔记的 你去过 你有没有去过那个西安的 长安十二时辰 我去过西安 但是我去的时候比较早 西安那种全城都穿唐装 穿汉服那个氛围 你感受过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 我去的比较早 但是我能想象 因为国家就崛起 我认为上海之后 这些曾经辉煌的商场 全都会变成类似这种主题式的 主题式的东西 就是做一个商场只做一个IP 懂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说呢 这是我个人可能一个看法 就是很多就是我也在网上看到 有一些还是戴着有色眼镜 看上海本地的一些人吧 就是说他们排外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我是80后嘛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但是你现在也应该是 在上海有一段时间了 我想让你 如果可以的话 谈一下你真实的看法 上海人到底排不排外 就这个问题 其实他就没有了 我 哥们你问我 我感受精准吗 我两任上海媳妇 我两任上海女婿 我俩 我前期也上海的 我这也上海的 我去赛蕾也上海的 既然上海的 我现在这个上海 呆这么长时间 你问我排不排外 我感觉排外 我不早回长春了 你这问我能准确吗 没有没有 我就 那我不是很清楚嘛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其他没有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 你认知什么的 我还是很认可的 我也比较担心 因为上海是中国 说起来是经济中心什么的 但是我看到 自己的家乡 反正没有什么活力 可能没以前 你要非想 听点不好听的 就是我认为不好听的 上海人有点牧强 这个是有 这个是有点牧强 就是你 你别说你是哪人 不是说我就 一定看不起哪人 一定看不起穷人 你要很强 你穷得很强也行 就是你必须得强 你必须得比他强 某方面比他强 他才能不排 不排进你 否则的话 你非得让他看 其实这就不是上海人的问题 哪的人都一样 哥们你啥也没比我强 你没得让我高看你一眼 我为啥高看你一眼 对对对 就比较现实点 是啊 尤其是 那谁给你的 我想纠结 其实我 其实我一直想问个问题 这问题问谁都不合适 问你合适 你哪来的这个自信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那些年 我妈个长春也分了一套房 卖的时候卖30万 你妈个上海也分了一套房 你卖的时候卖1000万 你哪来自信 你就这来的自信 对吧 你不是这的话 你哪来的自信 你凭啥觉得我没 我没你强 我外地没你强 你就算是牧强 他这个原因也得是 你得有资本 你总不能你住个毛草棚子 回头完了 我就看不起你这种人 咱们又不是印度论姓式的 他总归要有资本的 这个资本我觉得就是 就是当年 这个没办法 历史一流问题 对吧 你上海你是上世纪三十年代 他也比他也比其他地方发达 这个是一个历史一流的问题 对吧 你上上世纪夜上海的 夜上海年代的时候 东北有啥 广东有啥 啥也没有 全国就这有 所以说他历史一流下来 导致今天这么一问题 没法追溯 他就有这个天生 他就有这个自信 同样是父母给你留一套房 我说不好听的 当年我妈把那个长春的房子卖了 三十万人民币 连他手里面攒的 何来何去 到最后五六万美金 我拿美国 我在那开跟合伙开饭店 转眼不到仨月 我就赔没了 同样的情况 英嫂他家卖套房 英嫂上他妈 美国买两套 买三套 两套往出租 一套跟那躺着 天天吃的五宝六足 往那一排 大下巴 吃的跟灭霸去的 胖胖一百六十斤 各家就吃 有钱就跟那躺着 同样是一套房 搁我那烧烤店 没扛过仨月 搁他那扛到现在 那房都快翻倍了 你这哪说理解 你这哪说理解 我回我回一下 就是评论区啊 我是310101开头的 好吧 我是正中长 赏黑人 好吧 我只是不想 就是因为 不想让评论区觉得 我可能上海人 有优越感 因为我觉得 上海的建设 也是要靠 我说什么 换我 我也有点优越感 不合理嘛 那有啥不合理的 承认呗 换我也合理啊 同样一套房 你一套房 跟我一套房 一个价嘛 这没啥不合理的 那你要说优越感哪来 那就是我的比你的贵 我比你值钱嘛 对吧 具体什么问题 不用讨论了 讨论那有啥用啊 现在怎么的 现在美国强 往我们天天讨论 你是抢的 你是强到 你是海上国家 你给人 今天人抢 讨论那干啥呀 谁讨论这个呀 就讨论现在发展 啥样吧 对吧 就是但是我觉得 好歹现在上海 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他确实 给了一个造梦的机会 很多外地人 到上海了以后 你别说啊 很多那个忙碌 朝九晚五上班的 成功的也大有人在啊 葛上海挣着钱的人 也大有人在啊 对不对 成功发财的 也大有人在 而且现在全国各地 牛逼的地方 这不是只有到上海 才能发财呀 开网约车 葛上海北上广深还行 你做买卖 哪也不差 现在全国哪都不差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另一个 好好好 这个东西不要 这没啥太大节奏 但咱得实话实说 确实一套房价格不一样 对吧 一套房的价格 确实不一样 实话实说 但是你说 你说现在 如果说掐齐 到我们这一带 上海人 主要问题在哪 房价贵是贵 关键大多数 其实不能卖的 这是个主要问题 你不要看那些房产 值多少钱 他能卖吗 然后他租房 他如果不能卖 那房子值一个亿 对他来讲 于事无补 任何用都没有 那你说 那他是不是天生 就生出的那一刻 就比我强哪了 他咋比你强 他把房子卖了 他也没卖 他不也得留着吗 对不对 对 他叫不动产 不动产 就是不能动得产 他不能卖的情况下 他跟你是同样 一个起跑线 上海本地 怎么大学毕业 不用找工作 回家继承祖宅了 可以抵押贷款 哥们抵押贷款的利息 你先说说 你干啥买卖能还上吧 抵押贷过桥贷 那已经将近十个点 你抵押个五百个 你一年里头 你得还多少利息钱 咱先说 城市配套好 这是家里面 一直在发展的东西 所谓什么村村通 这些计划 都是城市配套问题 明白吧 都是城市配套 你说上海 上海会不会尤为的突出 北上广深 这个城市配套 会不会尤为突出 会尤为突出 关键重点是 其他城市也不差 咱们哪个城市 没高速公路啊 哪个城市 没有那个破车道啊 该有的也都有 没啥区别啊 对吧 房子它又不能卖的情况 它比你优越在哪 没啥优越的 对不对